生活中经常发生一句话传着传着就歪掉了的情况 明明你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 却被误解到怀疑人生 昨天我吃了个餐厅 感觉还蛮不错的 下次我们再一起去吃呀 我帮弄刚我帮弄刚 昨天我斯特拉去了个餐厅 防发朋友圈 打不死她了 吃个一千块钱的钱还要装 她还跟我讲下次叫我跟她一起笑 我跟你们说 斯特拉就是供应到了新的男人 好像在一起才三个月 就跟我们炫耀 要我们一起去她男朋友看的餐厅吃饭 我跟你们说 斯特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肯要她的男人 前几天发微博 她吃饭的那个餐厅 稍微露出来一点点她男人的脸 好像还故意修了一下戒指 可能是要结婚了对吧 算她男朋友是开餐厅的了不起死人 估计要半岛半婚礼了 我是不想说这种红色炸弹的 我帮他搞我帮他搞 斯特拉跟一个开餐厅的男人在一起 三个月就怀孕了 现在大着肚子要结婚了你知道了 我早就看出来她肚子大了 现在还是她我们去她老公开的餐厅吃饭 待求结婚 在半岛半个婚礼就了不起来 斯特拉斯特拉 听说你要在半岛半婚礼了 呦 待求结婚吧又没有什么关系的咯 我们都很open的呀 你老公的餐厅嘛 我们改天有时间一起去咯 好